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 今日,我们为大家介绍新一辑,关于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梅艳芳,生于1963年10月10日,却于2003年12月30日。 香港女艺人、演员、社会活动家,有乐坛大者大之称,她的形象百变,获奖无数,是香港粤语流行乐坛,辉煌鼎盛奇的标志性人物,也是香港演艺界第一位,同时娶得歌后及影后级殊榮的女艺人,梅艳芳的歌曲《路线也嫌前为》,舞台依着华丽大胆,风格千变万化。 被誉为百变天后,在演艺圈外,由于梅艳芳曾经历堪苛童年,被母亲送到黎元献唱,但不计前嫌致力供养母亲,被长者安居协会等组织视为孝道铁毛。 2003年,梅艳芳因子供颈癌,并发肺衰竭病逝,在年四十岁,离世前,对事业上的辉煌,与感情生活上跌跌撞撞,时有所陷。 同年,香港演艺巨星张国荣,和名填词人林真强,也遗憾辞世,无数人哀痛一个时代的终结,他的同将于2014年,在香港星光大道树立,同将底座有提字香港女儿梅艳芳,乃是刘德华所不得。 2021年3月,Spotify香港热门专辑每周排行榜中,梅艳芳的Faithfully,以及情歌两张专辑,于50名中分别排27及29位,远高于Bruno Mars,以及The Weekend等国际西方巨星,只证明梅艳芳即使离世近20年,其影响力依然。 梅艳芳的童年生活,1963年10月10日,梅艳芳出生于旺角花园街,其兴长和子子都是出生于大陆,梅艳芳是唯一出生于香港的孩子,梅家出生寒媚,父亲早逝,母亲沉美金来自广州西关,是一名中医,曾于阿佳佬佳经营月华中医诊所。 主治颈喉方面的疾病,由于沉美金没有专业的行医知格症,无法得到病人的信任,该诊所收入极不稳定,沉美金后创办錦霞歌舞剧团,和华强中西音乐学校,他育有四名子女, 长子梅启明,致子梅德明,生于1953年,出于2015年。 长女梅艳芳,生于1959年,出于2000年。 梅艳芳四岁半时,已与包子梅艾芳出来演唱。 两姐妹最初的艺名是芳芳与寶珠,因梅艾芳喜欢萧芳芳,梅艳芳喜欢陈寶珠。 后来艺名分别改为伊娜和伊华,梅艳芳使用伊华这个艺名,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,签约华星之后才专用真名。 两姐妹为赚钱养家,喪失了宝贵的童年,少年时出入最多的地方并非学校,而是大小歌舞厅,走廊,街头,香港丽园的表演场唱歌演出。 梅艳芳小学时就独于九龙虎女福利会李炳纪念学校,独自小四时转校。 当时的香港,这种以卖唱的职业狠受人看不起,而遭到同学们的冷眼和嘲笑。 说她是个歌女,是个没出色的孩子,最后不得不念书至终一退学。 梅艳芳未曾正式拜师学艺,准管如此,少时四处登台。 打下扎实的演艺功底,和极强的舞台天赋。 刚刚上小学的她,就能演唱几百首歌曲。 个子很少,声音却很大,以至于后排的人,都听到她。 梅艳芳小小年纪,就奔波于舞台之间,让她的舞台经验丰富,却先有家庭的温暖。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她坦然希望多读书,不用一火小小心灵,便担忧捱我。 梅艳芳少年时期历经坎苛,这梅两人表演常租白眼和稀母,时常衰抵受寒冷天气和捱我。 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今天就讲到这里,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拜拜。 拜拜。